我請張部長 請張部長 部長 這個 你的 治水條例的部分 我大概自己也有一個修正案 基本上大概是六年六百億 我沒有在經濟委員會 雖然沒有 我們比較沒有機會討論到這個部分 但是財政委員會 我是比較主張從一開始到今天 包括行政院院長到現在去視察災情的時候 我就一直主張 不要去考慮 公共財務法的問題 也不要去考慮 我們尋這個正常的年度預算的問題 一定要用特別預算的改革 我當時就一再強調要用特別預算 主要是 治水的問題 不能脫節 第二個 如果還要用年度預算 老實講 我們 透過年度預算 反不計極 免得以前已經過了 要等到後年 你知道 你知道這段時間來頭對 治水的問題 做生 南部地區的災害 那是在哀風變的 那是在哀風變的 像我去大林 已經有幾十年 他們那天淹水過了 這邊都淹水 而且都被大水淹沒 那些家庫都請 請那些官兵去幫忙 看起來我們實在是心痛 所以為什麼當時我一來在說 我們治水的問題 不要再去考慮年度預算 一定要趕快用特別預算 冠軍改革 主要的是因為 我們真的是覺得 八年一千一百六十億 是最上次發生一定的效果 但是如果沒做下去 我們再次發生像類似過去的這種大水的問題 最上次發生的問題 老實講 我們對不起鄉親 行政院也絕不會讓人家覺得你們施政有感 所以要趕快做 但是 今天 行政院決定做特別預算 我 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不然你們覺得 六年六百億 已經太多了 政府是好不容易才調度這些資源出來 但是對我來說 騎著南部的 民意代表來說 尤其這邊 你都把 治水的環圍 包括冰原 包括 過去的 沿水地區 你都把它涵蓋起來 在這裡面 面積增加那麼多 結果 一年我怎麼知道一百億 到底這樣有夠不夠 所以我 我在這邊的 衛生的內部 我說 六年六百億 在我的看法不夠 過去 一千一百六十億 八年 我們也把它執行完了 現在都在發不清楚 你現在先起的規劃全部都做好了 大家也都知道該怎麼做了 所以我先說明一下這個範圍 範圍的加大 事實上是對這個治水的方法方式 需要比較全盤的考慮 並不是說是 好像我們又又又增加很多很多的這個這個項目 不是這樣子 我知道了 對 所以將來治水的精神 治水的方法 是總和治水的精神 這個我都知道了 對 那至於 無形狀態的 會進行到一個地方 還沒進行錯 對對 那所以那個預算 那個六年六百億 也是考量到我們這個先期計畫執行 後面優先的部分 每年執行的一些 計畫的項目 跟他的這個執行的能力 所以 我們 我們其實也 也希望說在前期檢討之後 後期預算能夠用到更 更更更確實 沒有 不是 因為預算編很大 當然我們很高興 資金單位有很多很多預算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逐年呢 滾動式的來檢討 以前一千一百六十億 都在編啊 八百億也是 人家一千一百六十億 對 那個是前一期 因為前一期的檢討報告現在還在 之前 我們在計畫要結束的時候 要要報後續的計畫的時候 就 就那個有很多 很多單位提出質疑 你一直說我聽到啦 齁 你們都績效要評估啦 要做檢討啦 因為我們要做 我都知道啦 那是哪一個 哪一個人講說績效沒有達成啦 是對一個說八年八百億 或者八年一千六 一百六十億 是對一個說績效不好啦 就是有跟你們擠 整個叫你們 在這裡的時候 趕快學過 人人知道就在擠了啦 你是在走什麼 因為我常在說 我們不是擔心齁 其實我跟你說啦 我們都不怕你花錢啦 我們最怕是怕你怎樣 錢給你開 應該開 你還不會開 是 比如說像我們嘉義官 所以我們 在水的部分 你用一個水裡廚 你會收人的錢 在下人去關二十年 在水如果發生問題 什麼人要付錢 還是說在那邊亂擠 大家在那邊賺錢 最怕是怕錢亂不開 我們不怕你花錢啦 沒有錯沒有錯 這個是我們 我們也是非常要 要要注意要要要防 防止的 對一開始開始 我主張的就是特別異常 對 我就說我主張的啦 六年啦 我認為六百個都不夠 要到一千億啦 齁 因為實際上啦 在八年一千一百六十億 所造成的效應啦 這邊的方 這邊的施工坑來講啦 實際上在所有抵墜的所在 就是跟原來的所在 那些效果是真好 這一次都沒有再發生喔 可以說抵墜的效果很好喔 電腦是在邊緣地帶 加上這邊總和治水的觀念 如果可以鐵鐵來改割 白帝 煙海跟山區的 嚴重問題 老百姓才會有感嘛 啊你怕什麼 立法尼都要錢給你用 只要求你好好做大事 就不是說 你黑白開而已嘛 我們也不是怕 只是說這個 因為邊緣地預算的時候 整個 現在國家財政比較緊一點啦 所以我們 青菜欠就能夠欠啦 你們就是像中西 都會啦 像這個 因為他們最都差不多 在南部一個地方 你們不重視鄉下啦 不會不會 不會 我會非常重視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啦 不會不會 所以你們像這個 因為這個很多的預算 都是在 在偏遠的地方 我們希望 多變一半啦 變這六百 我們都覺得不夠啦 多做一半啦 千萬黑白開就好了啦